文化貨幣 寇敬文化 编曲 刘邦寇 文化貨幣 郵寇 作詞文化貨幣 寇敬文化貨幣 對 盡量的 剛開始都是伯覽群松 涉獵 然後呢 慢慢地透過 Peter 知道 某一個說的是最透的 我也看 我以前也看 基督教啊 伊斯蘭教啊 俊υχ部教 什麼教都看 都伯覽 涉獵所有的 包括七父門牌啊 道教啊 这些修行啊 什么都会看 到最后我发现 释迦摩尼的智慧 他讲的是最透的 不是说其他的不好 他也有他的长处优点 但是到最后 说到最高真理这一块 在所有的一切里面 他是讲的最高的 就是说他的讲的最透彻 而且他的角度啊 最圆满 他觉得你这个角度听不懂 他就换个角度 所以佛经也很多 不像世经就一本啊 其他经 你这边听不懂 我出这边 你这边有怀疑 我出这个角度在讲 你总有一个角度是对于你的 你可能这一本经看了 没收获 那你换一本 那你再换一本 总有一个角度 你突然就进去了 是你的角度 他就是角度多嘛 他怕你听不懂 所以佛教是有许怀疑的 你可以先去福 对我怀疑 没问题 但是你先来了解 他其实很多 就像学习佛作 最后我在这儿去传播佛学的时候 我说你可以不是一个佛教徒 但是你可以了解佛的智慧 我跟他们说 你甚至是基督教徒 其他教徒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甚至什么教徒不信 但为什么你上爱自己 你不去了解一个几千年来 很有魅力的 很有人格魅力的 说出的智慧呢 你可以了解他 甚至把他用于你的生活 你可以不信仰他 他出事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你偷偷的 也不是为了我们去信仰的 他只是想把他看见的说出来而已 可以涉猎经典 然后呢 配合禅修静坐 一些静坐是免不了的 不管你修任何法 当然说 寻求坐我都能修 你寻找心灵的贵宿 都能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见到佛心 但是一开始静坐是免不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太杂乱了 事情 就脑子很散乱 而且有时候随心所欲怪了 而且脑子很散乱 吸气欲望一大堆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排着腿 老老实实坐在座垫上 先身心不动 先不要动 因为你已经散怪了 是吧 那一刻就像这个水 不断地化动 你是看不起背底 有什么东西的 又轰浊又化动 你必须先让他这个水澄清 你静下来 澄清就是些净化 净化是佛学不是说自尽其义吗 你就净化自己的意识 或者是多做善与 多做善事 然后净化自己 或者吃素啊 吃栽药这些 其实这是净化你的气脉身心的 咱先不谈慈悲 就是说它净化 然后让这个水没那么轰肿 然后呢 而且没那么动到 没那么摇摆 这样呢 静下来的时候 你的佛心就漏出来 因为我们本来 佛心是圆满的 本来在那儿 只是让我们的认知 主外主 你的认知就像 你佛心前面的勇 永远在疑惑 永远在 这个学佛 我觉得你了解佛的智慧 与你说 文化程度高低 什么一点关系也没 不是你说 拿了三个博士 你就能称佛 称道德 能看你的佛心 能露出来 也许你什么也不是 一个字也不是 真的六祖 就像残留六祖 但是可能一句话 你就开悟了 就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头脑 有时候会是障碍 我们接到自己 佛心的一个问题 有的是一个障碍 头脑的识变 有的聪明人的那种识变 平常是什么 不是什么 那种定义 识变 这个概念 经验 你以前就经验过这个 然后你都定习了 它就是黑的 是吧 是吧 这经验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是黑色的 但是你也知道 就单纯这个颜色的定义 只是人道的一个定义 是不是 你在其他道 包括在动物道 一个密封啊 或者其他动物眼里 它就是彩色的 它是一个蛇眼里 它可能是红色的 你何况佛在说宇宙的真理 在从六道之外 在整个太空 它就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只是人道的定义 我们人力 这是真理 但出了人道 它就不是真理 所有的一切 都是人道的局限性 但是你要成佛 你要看到自己 圆满的佛性 你就不能旷定在人道里 需要打破人道的执着 任何执着 不是说让你 我们俩交流的时候 不再说黑色了 你说我不知道 那是什么颜色 还是黑色 但是你心里知道 这只是在人道 而你的心 不一定是人道的 你的心是圆满的 包括出人道的智慧都有 那样你才能成就 就是说人道的东西 只是我们俩交流的工具 所以佛学也是佛 跟众生交流的工具 到最后你成道以后 佛法也要放下 就是这样 但是要通过佛法 来切入到 你圆满的那个心心里 通过佛法来接佛 那些心静 那些先要静下来 静化 所以你要看些经典 比如你说听一些开示 跟老师讲课的时候 听听老师讲什么 然后通过这些东西 然后再配合禅修 禅定 定主 定下来静下来 两个同时来 你要去学习 修行就快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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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